记者邱俊福台北报道,中央气象局天气预报显示,本周末将有新一波冷高压南下,北市气温将降至13度低温,北市消防局限于民众常因气温降低紧闭门窗,造成一氧化碳中毒事过频传。 今天特别提醒民众防范一氧化碳中毒五原则,并表达107年北市热水器补助即将开跑,欢迎符合资格的民众踊跃申请。 消防局表示,冷气团一波波要暖更要安全,家中使用燃气炉具,热水器,瓦斯炉时,务必打开一扇窗,保持居家环境通风,避免因燃烧过程通风不良,燃烧不完全, 发生一氧化碳中毒,涂生汗室,以下是防范一氧化碳中毒五药原则提供参考。 1. 要保持环境的通风,避免阳台加装窗户或浪晒大量衣物。 2. 要注意平时的检修,应定期检修或贷款。 3. 要使用安全的热水器品牌,应贴有CNS及TGAS检验合格标识。 4. 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屋外湿热水器千万不可安装于室内,且阳台加装窗户就属于室内空间,应安装强制排气湿热水器,以避免一氧化碳中毒。 5. 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应有合格技术是进行正确的安装。 消防局表示,一氧化碳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如发现居家成员有头晕、呕吐、脸色泛红等一丝一氧化碳中毒迹象。 请依照一氧化碳中毒开关拨一送处理五大流程,开打开窗户,关关闭瓦斯及卢锯拨打以一九一将患者一致通风处,如没有呼吸意识,则进行CPR急救。 宋、宋一急救,将伤害降至最低。 另外,107年北市热水器补助即将开跑,补助名额共计450户,自明年1月1日起至6月30日只受理申请额满及截止每户补助3000元并以一次违限。 本向补助对象为居家燃气热水器安装不当,致有产生病蓄积一氧化碳中毒之余。 房间消防局居家访试确认有一氧化碳中毒疑虑者,及具申请补助资格,申请热水器补助以消防局收到完整。 资料为准自107年1月1日开跑后,为使民众立即了解剩余补助户属及是否申请到补助客制消防局网站查询。